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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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的攻势留下了满蕾的残蕾 好 这是一个滚地球 收球之后的玉成 迅速地解决掉了陈敬秀 这球被扛中 这球被扛中就要过大墙了 这个高的位置被他扎扎实实的一扛中就知道很妙 这些高的位置 对于这些怪力打者对于这些怪力打者来讲只要被他夯中就灾情惨重 本季的第14发的权力打 蓝力在今年球季被打掉的第2发的权力打 对 其实是一个蛮刁砖的角度 比较高的位置 打到瞬间蓝力就知道留不住了 好 接杀出局 高的位置 曾宋恩照样的出棒 仰角平了一点 形成平飞球 被张雨晨跳起来接杀 好 这球打得初速非常快的穿越安打 结果还是 哇 打三颗 对 好 这就是一个频繁的滚地球 忠贤收球之后解决掉了林无敬伟 忠信在第二局的攻势 陈子豪的权力打攻下了第一分 1比0 忠信领先 哇 发生了一个频繁的滚地球呢 这个滚地球遭到刺杀的是正堂一出局 这球是一个冲天炮 这个内角 内野上空的飞球 陈俊秀完成了接杀两出局 这球打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 右外野手是钟森恩 后一到了五光零圈前完成了接杀 富邦在第二局的攻势三上三下 而且是很合身的蝙蝠 好像我吓一跳 转换跑道之后他就看 当球探的角色去看球员的时候又不一样 宋承睿这一次呢又被三振 相较于球员 要思考层面更多 东芝恩收球 好 解决掉了江坤宇 好 这是一个频繁的滚地球 收球之后的李宗贤 顺利的解决掉了王威臣 走了 挥棒落空 变成了纯盗雷 那就被触杀出局 打跑战术啊 低角度变化球 这球传得准啊 打得很强劲 但是一个反弹被收球了 约东华解决掉了周家乐 两出局 好 这是一个滚地球 收球之后再度解决掉了陈军秀 这球只是一个飞球 好 在滞空时间上比较久 申浩维完成了接杀 你看刚刚这个球呢 进了一点也是吃到了好球带 有点卡特的位移啊 好 滚地球 哇 打到李宝 真的是产生了不规则了 那现在准备上二了 好 张玉成把球控制住之后 曾宋恩 打中李宝的不规则弹跳啊 哇 这没办法守备啊 对 几乎快弹到背上了 垒上没人的时候 对 而且还一分领先 那当然那次美国职棒会很少见到的情况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哇 结果又走内脚 投到了四块球保送了 飞棒落空的三阵出局 这个三阵的也就结束了中信在第四局的攻势 同样的也是留下了满垒的产垒中信 还是一比零暂时领先 这球还是稍微的偏高了 连续的四颗坏球保送了申浩伟 这球一二垒之间穿越了 那穿越之后要不要冲三垒呢 好 现在申浩伟往三垒去 安全的近战三垒 不容易有这颗变化球 已经也是滴到膝盖一下了 把他带起来 打得很强劲 角度也很好 另外就是看身后也的判断 自己回头看决定冲三垒 有很好的判断跟脚程 这球打得蛮扎实的啦 蛮扎实的啦 打在墙角下 哇 这个强角下的长打 一垒出发的 陪峰呢在三垒停了下来 急出长打的冬子恩 自己也近战到了得分位置 撞墙的二垒安打带着一分打点 哇 这个打扎实马上调整哦 一样的位置前面还是会慢了一点 这一次就很完美哦 急中球星哦 嗯 哇 漂亮的飞机哦 然后会不会队友笑没有抛 哈哈哈哈 太没鬼 这个阳脚就是要过啦 对 三垒的跑者呢是 回去先踩雷包 确定球落地之后的起跑 那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距离绝对让他可以很舒适的回来 还是第五所以是四坏球保送 单局的第二次四坏球保送 这场比赛的第四次四坏球保送 第五次四十球 上胸了 结果打了一个飞球 这个飞球的距离 距离在中外野 用一个助跑接球之后 没有冲哦 哦 宋承睿 因为前位跑者呢 在三垒的是戴培峰 OK 宋承睿有很不错的传球臂力啊 嗯 那几个考量啊 第一个是位置 还有脚程 再来就是现在没有人出局啊 最后裴峰是 跑两步观察一下 就回雷了 这一球 剑内 哦 王练好抓第一球 剑内 两个回来 地雷出发的 也回来 球传回来之后 那第二出局哦 那第二出局哦 蔡佳燕呢是出局在 本蕾前 不过这一支安打呢带着两分的打点 球进来 我就要看左手跟身体 跟这个手套接触的时间 相对的时间了 一个是手触板 然后手套触腰 看这个 这个角度会不会稍微的清楚一点 一个是腰 一个是蔡佳燕的左手碰雷板的时间点 好出局 今天这场比赛 打出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车步边的安打 蔡奇哲上来接手 满球输哦 这一球出手 在中外野方向 那宋成瑞后退 完成了接杀 副邦在第四局的攻势 攻下了一个三分的大局 三比一 副邦领先 好 打在内野的滚地球 收球之后转身 短力 快传球解决掉了 有速度的宋成瑞 宋成瑞 只有脚沉到 球在空中疼了一下 这球被打在中外野方向的飞球 后退之后的申浩尾 完成了截杀 两出局 这球打反方向 还是形成的安打了 主要球数的两好三坏 篮力也不想要投出保送 进攻好球带 这王威成招牌的安打 把球帮带得很好 这球被扛起来 但是有守备的机会 完成了接杀 好 中信在第五局的攻势 但是留下了惨蕾 依然是1比3落后 这球打得不错哦 被后队完成了接杀 挥棒落空了 被赢右球出棒 这颗滑球走外脚 赛基泽球数领先 这球打得不差 但是一个弹跳 接得不够干净 再拿 在一垒还是来得及 完成了这个刺杀 富棒在第五局的攻势 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 五局打完三比 领先的是富棒汉将 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是一个好球 这是三阵出局了 那时候压力真的难以想象 球员的压力我大概都 或多或少都曾经听说过 我们自己都有压力了 更何况是球员 我也是亲身感受过 我们都曾经走过那个路 插到球皮 插棒被捕 遭到三阵出局 好 在这个半局呢 蓝力连续的三阵 速球摆在外角最高的位置 用球数据103已经是 本季的最多了 104球被打成了安打 垒包上有得点圈的时候 压力很大 今天詹子贤面对蓝力 哇 两只安打一次保送 进哪位置看得清楚 又能扎实机球 所以你看他光是面对于岳东华 花掉很多的用球数 然后呢 前两次都是保送 这一次 那现在场上呢 黄恩四来接替蔡奇哲的投球 黄恩四在这一季呢 是拿过两次的中继成功 智泽森律师在2以下1.88 两好球一坏球 投手不能直接喊暂停 要换球 时间到了 对 所以呢 北上没人要喊暂停 一个是换球 一个是捕手喊 投手是喊暂停 时间是继续算 对 所以现在就是坏球加一 变得两好球 两坏球 揮棒落空的三阵出局 哇 这个对决就很刺激 哇 戴这一波 今天数学位已经很好 前一颗147 再来146 我让代表 揮棒没干上 这球带在棒头上 但是就在内野的领空 岳东华完成了接杀 发生了一个频繁的滚地球 富邦在第六局的攻势 形成了三上三下 我三比 你现在还是富邦汉降 欧书成在这一季呢 拿过五次的中继成功 1.06的每一局的倍上磊率 这球打在中外野方向 很平 进手套 打得不错的一个击球 但是呢 飞进了 深浩维的手套里 好 这个强吸球 反弹收球之后 哇哦 解决掉了腿哥宋承睿 还是一个飞球 这个飞球呢 是周家乐有守备的机会 完成了接杀 中兴在第七局的攻势 形成了三上三下 一比三 中兴落后 陈健常 在今年球季呢 是38次的后援出赛 总共吃了35局 但是自责分率呢 是比较高的5.14 以及1.71的 每一局的倍上磊率 这球出手 打在游击方向 又去找江坤宇了 一出局 当时陈俊伟呢 也是摆了一个手势 认为是太外侧 修正 但是冲天炮 仰角过高了 但是这个球还是打得蛮 这个回去之后 他的爸爸妈妈可以帮他截脱 打在游击房区 被收球了 江坤宇在送向一壘 在行进阶段传球传高了 所以陈俊秀必须要李磊接球 有可能是内涵打 角度打得够刁砖了 结果打了一个反方向的懒洋洋飞球 左外一手曾子贤完成了接杀 富邦在第七局的攻势留下了惨磊3比1 现在还是富邦暗将军 张毅在加入了富邦的体系之后呢 20次的出赛 打过5次的终极成功 1.45的每一局的被上磊率 又碰在边线附近 哇 戒妹 哇 戒妹 又痛耶 然后拼二壘 还是顺利的竞争二壘 这个直插球已经掉这么低了 哇 这位置完全没有失头 是头的控制很好 掉在界内 形成二壘安打 进手套 再盯住二壘 王练豪接完之后马上盯二壘 但是呢 中线的两位扶行手能根本也来不及进去 你一开始就手能伸到 因为面对的是陈俊 马上注意壘上跑者的动态 第一步跨出去就看到球进手套了 变化球被扛起来 但是这个距离不够 周嘉乐已经就定位接球 那起跑到三壘 好 现在两出局 利用这个外野的飞球呢 王维成近战三壘 追评分是曾宋恩所代表的在大级区 三壘收球了 哦 稳稳的传向一壘 完成了第三出局 中心在第八局的攻势 这个留下了三壘的残忍 依然是一比三落后 投手球上的是吕燕青 吕燕青在这一季 拿过二十四次的中地成功 真的需要挖很多时间 来训练这些技术 哦 四环球保送 这球打得很好 哦 没有完全的接住 那形成了一支安打了 再补传二壘 形成了 哇 把这一球第一位的变化球带起来 有碰到姜奎的手套 是有机会接 但是呢 没有确实的 完全的接进手套内 有点打在小拇指的套原的位置 放直线没出来 点 这球 拿球抓 撞掉 但是只能转传一壘 至少一壘还来得及哦 也看董子恩呢 会不会挥棒 就是拖开了 第4-4 这球 打过去了 姜奎宇没有收起来 那就是两名跑者 灰烂得分三壘 是 sap 哇哦 非常非常致命的一击哦 非常非常致命的一击哦 50%的防守圈 结果被蔡佳燕打穿了 姜奎宇的手套下缘 两好球的情况哦 这么低的技能点啊 因为有着确实的急球 所以缩小 稍微缩小防守圈的姜奎宇呢 就防守难度增加很高很高了 所以这个情况只要把球打平哦 就出现机会了 张宇宇宇跟申奎宇相继得分 董子恩呢也顺利地进站三壘 这一球穿越了中线 这也是陈真 生以来第一次从吕燕青的手中 打出了安打 同时也 金荣豪在这一季呢 拿过八次的终极成功 1.47的每一局 背上累率 这一球出手 打在累包上 还你一个累包 现在 回 得分 哇 再三壘 也sap 银飞球 进手套 再回传到伊蕾 这是一个低批的防守 这个 双杀的防守呢 就结束了 富邦在第八局的攻势 攻下了一个四分的大局 7比1 汉将领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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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一邊去 杯棒落空 三陣出局 高位的訴求 哇 不想咧 對 這球被扛起來 在雨中 不好接 對 怎麼處理 周家樂快來了 周家樂完成了接球 結果投四壞球保送 好 一二壘之間的緩慢滾地 收球之後轉身傳一壘 Safe 因為宋承睿在跑 對 今天但凡是宋承睿以外的選手在跑的話 很可能喔 仲賢都可以完成這個一壘的刺殺 我最後還可以傳準 真的蠻厲害的 對 你看他跑多遠啊 然後接球之後大轉身 大轉身 最怕就是出手就頭歪了 但是直直而進手套 對 宋承睿是累堅跑速很快的選手 好 一的Safe 所以紀錄上是宋承睿的內野安打 這球又打成了一個飛球 有機會處理 完成了接殺 比賽結束 這是富邦跟忠信呢 在今年球季最後一次的交手 由富邦漢將在新莊主場7比1 贏得了勝利 那蘭莉呢是拿下了勝投 本季的第四場的勝利 余謙吞下了本季的第五場的敗戰 今天貢獻三分 三分打點的王念豪 在四局下半的那支二雷安打 兩分打點呢成了勝利打點的締造者 那這場比賽呢 藍莉是六局的優質投球 王念豪呢是三分打點的 本季個人新高的打點的貢獻 所以到底誰是這場比賽的MVP呢 我們休息一下為大家揭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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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 飛越鼎峰 我們是寒漿展 孤山